靠腰 我的腳是每個蚂蟑螂撞到 他游一次 會被海浪帶走一下 今天我們來講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 有關於我們最近其實在 漁光島也是J8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我們在短短的幾個月內 其實有離開了非常多人 就是因為玩水的關係 那我覺得身為住在漁光島的島民 我們有必要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近幾年大家喜歡出來玩 或是因為異邪的關係呢 差不多緩和了就跑出來玩 結果都沒有注意到安全 上次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也不誇張 我們差點死在這裡 會不會死 我覺得可能是不會啦 但是那個危機感是有的 因為你會讓自己面臨危險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自保的話呢 你很容易就會被捲出去 那我們現在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整個蚂蟑 就是這個叫蕭波塊 蕭波塊它自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什麼 會出現離岸流 什麼是離岸流 來我們看這邊 這裡呢 這個假設這一塊地方 就是海邊 這裡 是海 會 漲潮到的位置 漲潮到的位置 然後呢 這裡就會一直有水 從大海這裡推進來 到這裡面之後呢 會 勾出去 長進來之後 水進來 出去的時候 這邊會形成一個什麼 漩渦 然後呢 再慢慢把這裡勾出去 長時間勾出去會怎麼樣呢 會導致這些蚂蟑的下方 會出現什麼 會出現被掏空的概念 我挖一盆水給你們看一下 感覺像這樣子 水上來了 水離開了 有沒有 水上來了 水離開了 這裡 這裡 上來 離開 所以久而久之呢 這個蚂蟑的下面 有沒有 會變得很深 所以 就變成說 這裡的 海岸 是人可以踩的 一到這裡 你就會 滅底 所以這件事情 非常重要 有些蚂蚂媽媽可能 就會說 哎呀小朋友 我們來這邊比較安全 不是這樣子喔 真正安全的是這邊 那記得 你要來玩水 最好穿救生衣 那你可以像他們一樣喔 就是玩的時候就是在一個 你可以踩來到地板的地方 那這裡為什麼 這麼危險 我們就讓你知道 Diana的恐怖的地方 像為什麼我們今天穿這個 車衣啊 就是車裡面的這個 繁華衣是因為什麼 因為 我們並沒有要這麼專業到 去買潛水服 但是你穿這樣子的衣服 跟帶手套呢 你可以去保護自己 不要去受傷 為什麼喔 你看這一片 這邊是豬皮 為什麼我要帶豬皮呢 不是我的肚子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呢 跟米奈 我們來讓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是小朋友 或者是你本人 你身高就多麼高 你下去就 你就不見了 好各位 你們看到現在這邊是小波塊 那每一個小波塊 都是固定的尺寸 固定的大小 所以你看 現在這個下面的這個小波塊 這個巴掌 它只剩一個頭 它下面佛深 這就是 它整個size 會被掏空的這個深度 如果你今天在這個地方玩 你玩到一半 你突然 溺水 你下去了 你現在突然下去緊張 你要扶這個小波塊 會發生什麼事 那因為這個地方 它是屬於比較平穩的地方 沒有被勾出去太多的這個海灘 沙子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可以站著 好 我今天一緊張了 我想要去扶這一個巴掌 看好了 親身經歷喔 假設我的手是這樣子 我回過去 晚點 我們再給各位看 它的結果是怎麼樣 好 你看現在一百八十 一百七十八公分了 在這個位置大概只有 C上嘛 好 C上 假設你今天小朋友 你們 就單單純純帶著你的小孩子 往這個巴掌靠近 會發生什麼事喔 好來 你要往前走喔 一瞬間 它可以滅頂了 一百七十八公分 現在剩下十五公分 如果你又稍微的 沒有注意到 欸不管是 有沒有在漲退潮 它就是一個單單純純的 深度而已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來我們看你要先站起來喔 這邊 先看一下原本的高度多高 而且你看 這就是離岸流 它會把我們往外勾走 好 我們現在往前走 走走走 來一個不小心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地方很深 瞬間 這邊就有一顆你沒看到的石頭 喔 這邊有沒看到的石頭 對對對 也是 霸掌 對有霸掌 這個是霸掌的地方 這個看不到你撞到腳你就痛 對 這裡就很深了吧 這裡就很深了 噢 噢 靠腰 我的腳在每個巴掌撞到 好 我跟你講 這個原因就是為什麼 因為第一你看不到水面下 你看到水面下 你就很可能會撞到 再來就是你一定要穿這個鞋子 因為它底下可以防止你踩到一些被類 或踩到一些尖尖的東西 好我告訴你 等一下我會給你看我的腳上的照片 就是有一次我在一樣在這裡的時候 結果呢 因為我的鞋子被沖走 它的下面就沒有保護 就割到了 割到傷口很深 噢你看喔 這個地方呢 遠比 這個地方 它遠比這邊都還來的危險 我想178公分 它現在已經是在用力在浮了吧 你踩不到地了 你踩不到地了 它現在是用身體在浮著 好 OK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它有練過 在一個離岸的油狀態下 它用盡全力游回來 它需要用多少力量 來 我來游還有這邊 你會發現 它游一次 會被海浪帶走一下 那現在的海浪 它並沒有到很大喔 它換的時間會非常久 而且現在這個地方還是踩不到地板的 所以這一段的距離 如果 往外帶著離岸油 跟那海浪 這個往外勾的力度很大的時候 你要回來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你如果踩不到地板 你緊張 你感受到壓力的時候 你換氣換不過來 你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一個傷害 還有踢到石頭 受傷 你會被緊張 對 在出現海上的一些急救或命案 或者是一些社會資源的狀態下 大部分都是因為被捲出去 所以不要以為說你會游泳就沒事 我也會游泳 可是我還是非常的尊敬大海的 因為我被捲走了 我體力不夠我回來的時候 我會年紀也大了耶 對我來講 水上運動並不是我的專項 我會覺得非常的無助 但是我們就是因為在這個地方 想辦法的要去拍攝 哇 現在水保拉走 的時候 你被拉走了對不對 小心小心 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體力不夠了 我如果在下海 用力游對抗這個海流 那我覺得我會體力不佳 所以最後我是選擇 爬這個蚊掌慢慢的爬回來 然後你在這邊接我 我們才安全的回去 才安全的回去 所以這件事情 他真的不能開玩笑 你看我們在現在在這個沙灘這邊 我們腳都踩得到地板 那如果你接近喔 接近蚊掌會發生什麼事 好 來 我們現在往前走 一下去就下去囉 這裡就那麼深了 有沒有 回得來嗎 OKOKOK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哇 像現在如果你沒有手套 你抓在這個 他要把我們帶走 看到沒有 這個力量很強 你如果手沒有這個手套的話 你就很可能會被那些蚊 或者是化石給割傷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如果你沒有帶手套 或者你沒有穿這個腳的護具 你的傷口會是多麼可怕 OK 拜託這部影片一定要讓各位知道 不要接近蚊掌 你看看這裡 他如果是蚊掌的話 這個深度就是 人會掉進去的深度 這裡就是人可以踩的深度 或所謂的漩渦往外勾 就是這裡了 有沒有 水進來之後 這裡往外 然後把你帶走 你就在那邊 你就掰掰 我們先用這個優點 顏色比較深 然後我們去把它整整張抵滿 OK 各位你們看到 現在上面這些刮痕 這個 一條一條的 全部都是會是受傷 全部都是受傷 有沒有 裂開的這個 這就是你 如果沒有戴手套的狀態下 你會出現的傷口 就是這麼的深喔 這麼明顯 這就是 為什麼 一定要戴手套的原因 或者是 一定要穿 像這樣子 這個 腳 把它保護 因為 我的傷口就是這麼來的 今天影片的重點就是 希望各位 一定要注意 玩水的安全 不然的話其實 在浴光島發生太多次事情了 而且有看到直升級的 直接在那邊盤旋 在那邊找 最後都是悲劇收藏 一禮拜前而已 對 而且我還經常看到 一直這樣以為 我們一大隊警車 一大隊叫消防車 還有那種氣體什麼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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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